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大家都知道九城和猫神在跟二队训练,除此之外 他们两人还在一起排位打游戏 其中一局撞到了狼队的小胖和妖刀 结果被小胖打爆了 从游戏面板数据可以看出 小胖的狼狂杀15个,九城猫神都是负战技 连妖刀这局都没能秀起来 打出平淡的2-3 小胖这局的光芒实在太强了 九城和猫神一起合作的机会并不多 默契程度不够高 猫神也很长时间没打比赛了 输掉一局也很正常 其实从现在的状态也可以看出 九城下一场还是会替补 他现在算是中路选手中 年龄最大的一位 操作和反应都比不上年轻选手了 现在去指望九城打出巅峰时期的操作 是有点不现实的 但现在A机的问题不止九城一个 选手间的配合以及状态都有问题 不管九城下一场是否首发 A机要禁忌后赛都是很难的事情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小胖这局杀疯呢